大家好,帶你起來關心天氣 預計明天的天氣跟今天比較類似 都是比較晴朗穩定 所以如果今天好天氣沒有把握到的話 也建議大家可以好好把握明天的天氣 但是要特別注意,職業溫差比較大 另外就是明天北部的雲量會有稍微增加 而且東半部雨勢可能還會再比今天更明顯一些 我們從雲圖上可以看到今天天氣還算是不錯的原因 是因為北方的高氣壓度逐漸往東面移動出海了 所以我們這個東北季風有稍微減弱 再來只有在迎風面的東北部跟東半部 雲量稍微比較偏多一些 尤其是在東北部的宜蘭這附近 還是有一些比較零散的雷達回波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 目前水氣量比較多的地方 是在中國長江的中下游這附近 那麼明天這波雲氣也會逐漸南下 影響到我們台灣的北部 造成北部的雲量稍微偏多一些 天氣可能就沒有像今天這麼樣子的晴朗了 那麼今天雨勢也有比較明顯的緩和 主要是在基隆北海岸跟東半部 有一些零星短暫的陣雨 但是跟昨天比較起來已經緩和許多了 那麼明天的話主要是因為 收到北方的一些雲氣移動 我們台灣的上空來 所以北部跟東半部雲量比較偏多 尤其是北部的山區還有東半部地區 要注意有些短暫陣雨 要特別注意的是在禮拜三的下半天開始 將會有一波比較強的冷空氣南下 那麼影響最顯著的時間點就是從禮拜三的下半天開始到禮拜四禮拜五 一方面北部東北部跟東半部雲量都會比較偏多 那麼天氣狀況比較不好的時間點是在禮拜三的下半天到禮拜四的上半天之後 隨著雲氣逐漸飄過去之後就會轉成 逐漸受到乾冷空氣的影響 雨勢就會逐漸緩和下來了 所以從未來幾天下雨的範圍圖上面可以更明顯的看到 明天主要是在我們東半部 雨勢可能會稍微比較多一些些 北部的話雲量也會比較偏多 山區有一些短暫陣雨 禮拜三的話一直到禮拜五 同樣的都是在北部東北部跟東半部 但是禮拜三下半天的這個下雨的情況 範圍會比較多一些 主要是在北部這附近可以看到範圍比較大一些 禮拜四開始到底到這個禮拜五 逐漸受到乾冷空氣的影響 所以雨勢會逐漸緩和下來 那麼在這個風的部分 今天主要還是受到一些東北風的影響 但是跟昨天比較起來已經逐漸減弱了 主要是在台灣海峽這附近 風速還是比較偏強一點 那麼下一波風速明顯增強的時間點 就是在禮拜三下半天到禮拜四 我們剛跟大家提到的這一波比較強的冷空氣南下 也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這個冷空氣南下的時候 除了會變冷風變大之外 也會把北方的一些污染物給帶下來 所以呼吸器官比較敏感的話 可能也要稍微留意 那麼在這個溫度的部分 這幾天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日夜溫差比較大 因為這兩天的天氣還算是穩定 所以輻射冷卻的情況就會比較明顯一些 那麼另外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禮拜四開始到禮拜五 這兩天可以看到零度的等溫線 幾乎是來到了中國的東南沿海這附近 我們台灣也會受到影響 尤其是在我們西班部的空旺地區 禮拜四跟禮拜五兩天的清晨 有機會會下降到只有10度左右 真的是非常的冷 那麼外幾天的天氣的話 可以看到幾乎未來五天 我們北部的降雨幾乎都比較偏高 但是範圍的話有這個大小不一的情況 主要下雨範圍比較大的時間點是在禮拜三 禮拜四開始就會逐漸的縮小 降雨的範圍可能會比較集中在山區 同樣的明天也是類似的情況 溫度的部分明天還算是比較舒適一點 清晨低溫大約是14到16度 會有點偏涼偏冷 中午高溫大約有19度 但是禮拜四開始逐漸受到明顯的冷空氣影響 低溫會下降到就12到13度 可以看到禮拜四到禮拜六 那麼中午高溫部分呢 大概還是有16到18度左右 至於在南部的話是比較不受到這一波 這個冷空氣的明顯的影響 所以禮拜五之前都可以看到陽光 禮拜六雨量會稍微偏多降雨機率有提高來到30% 低溫的部分大約是16到17度 中午高溫 禮拜四之前是23度 禮拜五開始會下降到只有21度左右 所以最後要再次叮嚀大家外幾天天氣是會有一些變化的 那麼明天的話主要是雨量會稍微增加一些些 北部跟東半部偶爾有下雨的機會 另外要特別注意就是早晚會比較偏涼 有點偏冷要注意天下保暖衣物 那麼禮拜三的下半天開始 將會有一波比較強的冷空氣南下 禮拜四跟禮拜五這兩天是最冷的時候 低溫有機會會下降到只有10度 提醒大家要提早準備好保暖衣物 特別注意保暖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氣